開始了 還不趕快回來 大家了 哇塞 進棚了 進棚了 各位 為解封 為為解封喔 注意喔 你確定嗎 沒有 是不是 只有今天 唯你 唯解封 唯解封啊 大家唯解封 我也唯解封 幹嘛 歡迎好久不見了 傑琳 我是傑琳 我們要先感謝定存仔的努力 對 真的很謝謝定存仔 我今天準備的禮物要給他 真的假的 有一點大 等一下 愛你喔 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 愛你喔 定存仔現在終於知道 自己投資失敗是什麼感覺 完全是一個這個投資失敗 經商失敗轉行賣屁股 哪有 他很開心好不好啊 真的 不過 大家也不要覺得說 怎麼那麼過分 怎麼都要靠定存仔來 節目安排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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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定存仔也剛好 搭上了這一波安排的風潮 對對對 大家還是要感謝一下他 因為沒有他發起這個的話 我們在棚內不能講用斷線了 很煩欸 我都做好一個GIF了 你知道 我想說偷懶的時候放下來 結果今天要進棚 我真的是 對啊 今天真的是雙重回來 捷琳也回來 然後我們也回棚內錄影 讚欸 那特別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呢 可以進棚一切都是按照這個 文化部的規定 沒錯 而不是說我們在那邊 擅自就決定自己回來了 然後現在文化部都有一些 規定 只要有符合規定的話 都可以進到攝影棚來錄影 包括我們在 前面我們有做那個 篩檢 對 自己捅自己的筆 欸你們是給他們捅還是自己捅 我們自己 一來的時候在一個隔離的房間裡面捅 我想要請他們捅我 但他們沒有人要捅我 所以我就自己捅 我們這邊有字卡就是說 公司已經有防疫的獨立部門 然後我們參與製作前 也要填寫那個 剛剛說的健康聲明書嘛 然後參與的前四天呢 都有進行自我管理 然後都沒有亂跑 這個節目也有跟我們確認嘛 然後一週內呢 本人跟同住者如果有儀式的話 就不可以 然後我們大家都戴在家裡是沒有問題 沒錯 然後我們也有實施這個PCR檢測 然後呢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我們也會戴著我們今天這個 面罩跟口罩 雙重保護 真的 一方面是保護 我今天出門前還瘋狂的 一直在催我瀏海 剛剛說要戴這個然後 瀏海直接這樣插在外面這樣 直接插面這樣 你是一個變相的國中女生 把瀏海插在盡框裡面 帥帥帥帥帥帥 超誇張 OK 好那傑琳也蠻久不見嘛 對 那個 還是要 訪問一下 好啊請問 這個 最近 在忙什麼 忙在家裡宅啊 像這樣子要想很多這種 YouTube影片啊 像你的那種風格 比較會去戶外 跑跳的 內容 那你現在是不是會覺得蠻痛苦的 非常痛苦 就是有點 已經有點想要把頻道關掉 有到這樣子對不對 這麼嚴重 真的啊 不然我五千跟你買 好便宜喔 如果你先幫我改好名的話 我六六千跟你買 欸我跟你說 其實這麼久沒見 我有一個禮物要送給你 哈哈哈哈 哈哈 好巧喔我準備一樣的 哈哈 換補揚座的默契 欸 Oh my god 那我還不先把我的收起來呢 不好意思拿出來了 啊我就一直放著了齁 我就不說了 哈哈哈 就送給節目了 哈哈哈 所以就是 而且現在我覺得 大家都不能出來嘛 對不對 然後 那個 所有的那種社群 真的是超難的 只剩下廢文可以發 照片也沒得拍 影片也沒得拍 而且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很多人發 有發照片的習慣 對 但是現在發一些戶外照片 都還要特別備註 是整個三幾年前拍的 對對對 一年備註 然後就有一些 白癡智障觀眾酸民 你知道 真的 就開始這樣 怎麼可以出去拍照 對 全民放映怎麼可以出去拍照 我們上影片也是啊 如果有一些庫存 然後是戶外片的話 也要說這是5月6號之前的影片 對啊 不然觀眾真的會罵這樣子 蠻可怕的 還有一些喜歡拍戶外的 一些比如說網美 網紅好了 我現在他們唯一可以戶外 大部分都是自家頂樓 你有沒有發現嗎 都是頂樓照片 對啊 大家就是 都很小心啦 好不好 不過也其實是好事啦 就表示大部分的人 都還是很守規矩 對對對 現在疫情也慢慢的稍微緩和一點點 但是大家就不要掉以輕心啦 不要鬆懈 OK 為了結菱的瀏海著想 不要鬆懈 真的 不然他只帶這個很累耶 今天算是我3D警戒以來 第一個出門的工作 唉唷 應該說第一個 錄影 如果真的是出門 比如說講事情或幹嘛的話 是有的 但是 出門錄影 露臉的工作 我是第一個耶 我今年出門 出門 再見再見 不好意思 這叫什麼 這叫老壇 好不好 我出門工作的工作 這是第二個 這是第二個 因為我前一陣子有一個 錄音的 配音的工作 沒辦法一定要去錄音室 這個是第二個 但我是想說 就是我們線上也不錯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他們如果在線上 你們是在這裡嗎 還是你們在家 你們還在這裡 所以你們就拖我們一起下水 傻瓜 對嘛 要死他一起死 對啊 那傑林是 我應該是第三個還是第四個 因為就是還是有些攝影棚 一些發表會 他們還是會 就沒辦法 對就是必須要現場 或者他們是現 就算改在線上發表 你還是要到拍攝的地方 對對對沒錯 就可能現場沒觀眾 像你們會做一些快篩 檢驗 確定大家安全健康 才能進攝影棚 所以你應該做 那個快篩做好多次了吧 沒有就做幾次而已 沒有他一個做 然後他那個那一週都 都不用 一週吧 七天嘛 我剛剛自己捅的時候 我捅太深耶 真的假的 因為我不知道他多深 你有從那邊拉出來嗎 不是 我沒有從那邊拉出來 我捅 因為我想說 因為剛剛那個 工作人員就說 你捅到一個這個 會有一個阻力有沒有 會碰到牆壁 我想說好吧 感覺還可以 還可以 我整根進去了 我真的 整根喉嚨 我只剩大概這樣子 在鼻孔外面 我已經 我的眼睛往下看 已經看不到了 我想說不對吧 然後我一拉出來 才發現已經吐到喉嚨了 所以我就這樣 這樣拿出來 那我第二個洞 輕一點 太扯了 很生疏 太扯了 你要捅對位置 不能把它塞不出來 我有捅對 因為我還有把它拉回來 拉到一個程度之後 再轉一下 再拉這一點 再轉一下 我就一直拉 一直拉 這拉出來是一條的 差點用鼻孔吞劍 可是我的觀眾跟我分享說 自己捅跟去醫院 給人家捅 感覺不一樣 當然啊 他們說醫院的比較粗 我們自己捅的 不要用鉛筆 我以為一樣 我以為一樣細啊 就沒想到比較粗 沒有啊 你別人捅一定會比較 比較痛 因為你自己弄 你會知道 你會那個啊 別人拿管理 來抬起來 對真的 我自己也算是 耳鼻喉科的達人 對啊 那個鐵管 我強烈懷疑他們有沒有看著我 哈哈哈哈 他們可能 他們都是夾一個東西 拿一個管子有沒有 然後上藥 上藥然後 他眼鏡好像在看別的地方 哈哈哈哈 感覺像是一個 家庭主婦在看料理節目 料理教學 在一邊做菜 哈哈哈哈 然後我都還 都要裝褲這樣 進去的時候就 哈哈哈哈 那你們捅的時候 嘴巴是張開還是 閉起來 我張開 可是我覺得我剛剛是因為張開 所以 那捅太深了 因為張開比較放鬆 好像這邊就會比較有 我覺得我剛剛就是張開 所以我就這樣 啊 整個進去 不是 空間太大 針灸的感覺這樣 啊就進去了 有點誇張 好 那那個疫情的時候 大家都很多時間在家裡 其實花費不一定會變少 對 因為現在那種網路購物對不對 好爽 我花很多 真的 每天包覆我說不完 我 真的 我這個月刷了一筆 我 這兩年來刷最貴的一筆東西 什麼 我買了 我買了兩支 好久 因為我身邊有朋友 有一些喜事 喔這三萬多塊那個是不是 對我買了兩支 只能用七萬 我的天啊 所以是一支三萬多 兩支七萬喔 對啊 不然是一支三萬多 然後另外一支 不要再裝了 太晚跟著你不懂 可惡 對啊就兩支好久這樣 好帥喔 對啊 然後就一直在刷 我想說 朋友結婚 沒有理由省錢嘛 刷下去刷下去 然後就刷好貴一筆喔 看一下這個月刷的多少 怎麼還這麼多啊 怎麼還 除了這七萬 還有大概三十多萬 是刷去哪裡了 真的 買了一堆奇怪的東西 大家那個有沒有課金 我沒課 你沒課金喔 我沒課但是我吃了很多好料 我感覺到 因為現在很多餐廳都開始外帶外送 對 反而吃得比平常還貴 平常可以去店裡吃的時候還嫌麻煩 沒有因為很多店是吃不到的 不好訂 不好訂 或者是你要 那種訂位已經到很久以後了 他們現在都出一些外帶外送 看到就 哇賽 搞不好一輩都吃不到 趕快訂 一餐就七千 太貴了吧 現在太貴了吧 防禦期間沒賺錢 你要花那麼多錢 我們就要兩個人 對啊 我可以對不對 賣阿聖啊 他有說給你賣 他要睡覺把他挖出來 他不用同意我啊 他睡著的時候拿就好 好 那這個因為疫情的時候 無法出門嘛 大家都很多人會在家裡玩遊戲 以前有些人不玩遊戲的 都可能會去 嘗試著去入坑 因為在家裡就沒事做 比如說家用主機啊PC 那現在 對於現在來說 大家最容易拿到 可以玩遊戲的 大概就是手機 因為大家人手一隻 沒錯 那這邊呢有一個數據分析公司 Sensor Tower的調查 今年六月 營收最高的是 騰訊推出的 王者榮耀 就是台灣的傳說 對對對 他裡面的很多 英雄都是 技能重複的 跟那個基本上是一樣的東西 基本上一樣 對 然後第二名呢是 PUBGM 哎呦 剛剛王者榮耀是 2.77億美元 哇 美元 2.77億美元 然後PUBGM呢 是2.138億美元 都是 2億多美元 都是2億多 不過王者榮耀是幾乎快要到3億了 沒錯 然後這個第三名是新登場的 我們的客之國 教錢世界 有沒有 二之國交錯世界 對啊 講客之國是開玩笑的 反正哪個手遊不用客 對啊 但是他就是最近很紅的嘛 他基本上就是 那種黏著度很高的MMORPG玩法 但是又配上這個 二之國的這種 美術風格 就有很多的美術 但不得不說他的美術真的是 對啊 大家就喜歡 你既然都要選一款要客的 MMO手遊來玩 那當然選一個漂亮的 選一個自己喜歡的 那台灣玩家也是 這個課金真的是 在世界上也是不遑多讓 對 王者榮耀的六月營收排行第二 我的天啊 世界排名第二 然後二之國交錯世界 上架11天的數據 台灣玩家就佔了15%全世界 哇賽 真的很狂 然後貢獻了1570萬美金 就是4.4億元台幣 哇 然後這個 天堂燕還有一個台灣課長 他叫白袍甘道夫 他去年累計 他公佈 他的消費總額是 5745萬台幣 然後呢 今年他的正式消費紀錄總額上升至 1億9千萬台幣 他在一個手錶上面 1億900萬台幣 然後呢 還有這個非官方消費的 3000萬台幣 也就是說他可能會去 買點或買什麼的 也花了3000萬 所以他加加起來呢 大概花了1億4千萬 在天堂M上面 我可能還賺不到1億9千萬這輩子 我 我不是 我是一定賺不到 我也是肯定賺不到 對啊 一個課長就 課了1億4千萬 而且我在網路上看到 他的那個消費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 這是P上去的嘛 就數字是不是有穿插 比就是真的 是真的 好想認識這個人 我覺得台灣課長 真的不容小覷 真的是不容小覷 沒有在怕 而且他們已經也沒什麼好花的了 對啊 住的也有 車子也有 而且他搞不好 平常也不會花錢 就是在這些地方 就是他也沒有什麼其他的娛樂 可以花到1億多了 你要這樣子想 對啊 然後他的消費能力又高 好扯喔 而且我覺得課金在台灣文化 已經是這個接受度超廣 對啊 大家覺得很正常 這樣也不會以 有付錢玩遊戲為止了 對啊 都是Wayout了 我課我驕傲 我超愛課的 真的 好爽 然後就是大家就是 但是 雖然都是公布這種消息 但是我也很怕就是 可能小朋友看了會覺得說 我也要這樣子幹嘛 但是我覺得量力而為 那些人課了1億4千萬 可能對他們來講 跟你課140塊差不多 對不對 他們不是說整個身家都拼出去了 對啊 對他們對他們來講 那個是零用錢 所以呢你也課你的零用錢就好 你不要 真的課到幾千萬 身家上去這樣子 沒錯 那我們在這邊就 剛好問一下好了 我們幾個 你們啊 在各個平台遊戲都可以 最近的嗎還是 沒有就從以前到現在 永史以來 你有印象中 有拿幾款 就以你感覺上好了 因為有一些可能 你沒感覺花那麼多 但是事實上花很多 沒關係 以你感覺 哪一款花很多的 迪士尼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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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花5萬多塊 迪士尼王國是什麼 ZoomZoom嗎 不是ZoomZoom 它就是可以蓋自己的迪士尼 我知道 我知道 花了5萬多塊 花到我有點扛不住 覺得說 我怎麼在這個APP上 花這麼多錢 然後覺得應該要收3了 我就沒有在玩 對 我知道迪士尼那個是 蓋自己的樂園 蓋自己的 對 然後也是要等時間 等他蓋好那種的 然後他很建設 他很常出很紅的角色 然後你就會想要 立刻擁有他 不然就要一關一關 慢慢的 所以你就立刻就花錢 然後一花都花那種 799賺什麼的 好貴喔 對啊不行 5萬多其實也蠻多的 我覺得蠻多的 因為我在短時間 大概3個月內 應該算多啦 我覺得 還是 對 對一些課長 沒有沒有沒有 對一些課長來說 可能覺得說那個就是入門 對 這個遊戲 先載下來已經先課5萬了 平常沒有在花手遊錢的人 花5萬其實蠻多的 蠻多的 蠻多的吧 我都不敢跟我大媽講 很多啦 真的 很多了 那鳥屎咧 我有點 我有點不太 有兩款我很確定是 花最多的 可是我不知道他們兩個 哪一個是比較多的 OK那就分享一下 也不用分享多少錢 就覺得自己花最多是什麼 一個是 那個 完蛋叫什麼意思 V4 喔V4 跨界戰 因為我前陣子玩很兇嘛 然後還創工會 然後我們都會打到前幾名這樣 它也是手遊嗎 它是手遊 但它也有PC版 然後PC的畫面 就其實很漂亮 對 然後也是 也是 操作算簡單那些 然後就不知不覺就想說 反正PC可以嗎 那就放著玩這樣 然後那時候有課不少 那個 有沒有十萬 應該沒有到十萬 應該也差不多 四五萬左右 但是裡面 有一萬塊 是 這個送人的 就是這個 隔壁鄰居生日 然後不知道送什麼 我就手寫了一個V4大禮包這樣給他 我就12點錢你課多少我付多少 哇塞 然後他就很到位的只課了一萬 沒有課個一百萬 課了一萬也不錯 課也蠻爽 課也蠻爽 這個是我很確定 另外一款是 也課了不少 但是我不太確定有沒有到四五萬 但應該也有個三 應該有個四萬左右 是烈雨製作人 烈雨製作人 蛤 對 因為那時候 就是 在排戲 那時候在排戲 然後劇組裡面有一個人在玩 然後我們就聊到這個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了很多故事 就是一些國外的課長 或是其他 或是中國那些 或是台灣的一些課長 玩這個遊戲 玩得很瘋這樣 然後跟他們講 他們就說 好想課 因為你知道劇場的人都窮得一筆 他們就好想課 然後我就有一點心疼 我就說 好啦不然今天好不好 我幫你們課 這樣 那個在玩最兇的 我幫你課這樣 你就刷我的卡 然後就課這樣 我就看一下 我就看一下 當下禮包 有個什麼情人節活動 我覺得 那全買好了 全買 就一筆就直接 幫他課了四萬左右 四萬 給他衝到頂這樣 我說不要輸 不要輸 劇場不能輸這樣 誇張 可是他也很 他很棒 他到現在還要玩 划算 然後那個時候 我有小玩一下 我自己的帳號課了 三九九零 所以也不少 那你刪了嗎 刪了 像我就捨不得刪 我現在沒有在玩第四年 可是我就是覺得 花了好多錢 然後我就留著 捨不得 那種虛擬可惡物證 我有 我覺得很多事情 尤其是有課過今天覺得說 我都有花錢的 我不要刪 對啊 對啊 我以前會這樣 我現在就完全相反 課完就刪 蛤 真的假的 一課 直接把它刪掉 連看禮包是什麼內容都不看 課完直接刪掉 我自己是那種很分散課金的類型 我真的 比較多的 我覺得 Overwatch的箱子抽蠻多的 因為我Overwatch幾乎全Skin的 然後我英雄聯盟也是全英雄 然後每隻英雄也大概有 也兩三個Skin 可是那你知道Overwatch有一個 全台最會開箱的實況主嗎 該不會是你吧 我本人 我本人 怎麼說 我就是一直開 我幫你拿個牌子 很爽 我也有 其實我也準備又給你 你給他幹嘛 感謝感謝 怎麼說這樣才公平啊 我那個時候Overwatch買的是 我買 一單嘛 然後抽50槍 50槍 都是錢 因為全部都重複了 啊 那應該課了不少 那就是應該都抽完了 很快你到現在還在玩 也不是這個原因 對啊 因為真的蠻好玩的 欸我好奇問一件事情 R6不是也要課金嗎 對 但因為 我很常受到UBI 爸爸的照顧 哎呀 你講到R6 我就想到了 我也花了蠻多錢 對 但是你是誤刷 我是誤刷 我那個時候刷 我就想說 有一個新的服裝 好讚 買一單 就已經可以買完了 因為那不是要抽 那就買而已 對啊 一抽 沒過 搞什麼 然後再動再動再動 然後最後 四單 這樣多少錢 一萬二 好貴喔 R6 我只算買過一次 因為它有類似通行證 其實是year pass 就是每一次出新的角色 新的一季的時候 你可以先玩到這樣 我一開始自己買過一次 後來就是 非常感謝UBI爸爸 對我的照顧 雖然我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玩 這個 紅茶六號圍攻行動 但是那是因為我現在換了新電腦 我不知道為什麼打不開 等我找到這個Bug之後呢 我就會再開太晚了 謝謝大家持續的照顧 也希望大家以後過來多多指教 感謝感謝感謝 所以他們都給我很多skin 還有很多點數 很讚 我右上角的點數 如果我不跟你講 你還以為我是R6的職業選手 怎麼這麼多 真的 就花蠻多的啦 我蠻多遊戲 大概都會花個一兩萬塊 可是我覺得喜歡的遊戲 這樣支持是好的啊 就是 對啊 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是用時間去算 包台概念 對我自己是包台概念 就是 我今天玩那個遊戲 一開始我可能不花 或者是我花那種 33塊 99塊那種 新手禮包那樣子 玩玩玩玩 結果我居然就玩了一個禮拜 那我就會課 因為我覺得說 我要付我過去一個禮拜的書服 使用費 對對對 使用費 就有玩嘛 對啊 好再來這個 這個也是最近蠻大的一個事情 就是Steam的掌機 SteamDeck 那天在跟我的觀眾在討論 國外戲稱這台叫GabeBoy 因為他們的老闆叫Gabe 對對對 那 那他就是16號突然就公布旗下說 他們要發一款 叫做SteamDeck 然後上面可以遊玩Steam的所有作品 他這邊這個所有作品就會有一點 有一點這個微妙 有點微妙 因為未來的超強作品也可以玩嗎 我想是一定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我覺得他可能會強調這個雲端遊玩這件事情 就是接網路 然後遠端運算 然後他這邊是接收端在玩 就跟現在的手機什麼幹嘛一樣 他不需要用這台機子來跑 他重點可以跑串流就好 也有可能 但是他們這個硬體也真的是強 他們是用這個Volv自己開發的SteamOS 3.0 然後呢 他也不需要做什麼移植幹嘛 就他們自己會把優化做好啦 所以3A大作也可以執行 然後玩家只要開機 然後登自己Steam的帳號 就一切搞定 那他自己基本的解析度是1280x800 然後60Hz的7吋觸控螢幕 然後有64到512的內建的儲存 是可以去選擇啦 他就是可以選大的小的這樣子 然後依照遊戲的運行效能設定 電池可以用2到8小時 然後他按鈕也很足啦 有類比啊 也有觸控板這樣子 然後他還可以選配官方的這個外接 這個底座就可以外接螢幕輸出 就可以到達8K或者是4K這樣子 然後他也具備有線網路與USB連接的 額外裝置的功能 哇他可以接大搖耶 對因為他也讓你可以接受外面的那個控制器 對 然後遊戲的這個紀錄遠端啊 商店啊 甚至是這個創作工坊 就是Workshop的MOD都可以用 所以他等於就是一個 希望啦 是專門為了Steam而有做好優化的一個硬體 因為畢竟Steam連在 好的PC上面都跑得有點卡卡 沒錯 你知道他的按鍵座好高耶 就是很多個 他的類比的位置也被人家有一點詬病 對 我反而是覺得那個下面的那個類比的那個位置有點尷尬 對 他其實都滿尷尬 上面我覺得到還 對 如果你要玩那種雙軸的遊戲的話 你手會沒地方抓 對啊 對啊 不過這一切都是目前看到的東西去紙上談兵 實際下來要怎麼用都還不確定 那他們還講一個最厲害的就是說 他們運行的是Ark Linux的SteamOS 他可以讓用戶自己去安裝軟體 或者是瀏覽Windows或其他的商店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說他並不是一台 你只能用Steam的機器 他就是一台小電腦 但是他針對Steam特別有做 那第三方你要做什麼東西 他其實不管 所以他根本就是一半的有一點開源的掌機 小筆電功能的掌機 如果你真的電腦能力夠強 其實你把所有其他的那些 怎麼講 就是那些比較非法的那種軟體 比如說模擬器或什麼幹嘛 你真的全灌進去其實也可以 就他想要變成什麼都可以 我覺得啦 應該是可以的 那目前大家比較在意的大概就是 他真的有點重 沒錯 他的重量是兩台Switch的重量 哇好重喔 或者是一台12.9的iPad Pro 那iPad Pro本身也蠻重的 也蠻少人會 就真的 拿著啦 對 你真的拿著的話 你要玩遊戲長時間也是很累 就是這樣 然後定價呢在399到649 他的Entry Level在399 主要的差別就是那個 記憶體 記憶體還有那個好像座子跟 座子好像都是要額外買的 都應該都是 我記得都是額外 反正大概就是記憶體的問題 但是 你基本上買了 因為他就是供用你的Steam帳戶 所以你就不用再買遊戲了 這點也是還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是一個新平台的話 他跨平台你可能遊戲又要買 對不對 比如說你Steam有的遊戲 你Switch要再買一次 但這個就不用了 所以這個就 蠻多人就蠻吸引的 我自己也是覺得 雖然有點看好戲 但是我還是很想要 對 而且他防止黃牛 他是購買Steam Deck的手續也很複雜 你除了要付5美元的定金以外 你還要填入Steam帳號 而且Steam帳號在6月之前 必須要有購買遊戲的紀錄 這也算合理啦 不然你買這機器要幹嘛 對啊 就是你已經有在用Steam 所以你才會想要這個東西 沒錯 對對對 但是台灣目前不在首發 預訂的那個時候 台灣也不能預訂 有些人可能可以請別人幫忙訂這樣 但是可能台灣應該還是要等到2022 應該還是要等於2022 好再來 再來一個是我興奮的東西 我還好的東西 集中戰士鋼彈6V6星座 Gondam Evolution正式公開 那7月15號 Bandai Namco Entertainment 就有公開他們旗下涉及星座了 他們說會在2022年上市 他們其實萬代在更早更早之前 他們就已經說他們有一個 跨領域跟跨時代的鋼彈作品 那時候大家就在想說到底是什麼 鋼彈吃雞吧 好險 嚇我一跳 還難說 結果是鋼彈Overwatch 裡面還是有這個吃雞模式 對應該不會 總之它就是FPS6V6射擊遊戲 模式有AB點 ABC點佔領 引爆目標 其實它就跟那個 真的跟Overwatch很像 混合模式跟佔領推測 不過這種 團隊射擊大部分就是這些模式 沒錯 那它有這個12台機體 11台都是UC紀元的初鋼 然後 這邊寫黑色三連性德姆 我要糾正一下 這個是SEED的德姆 跟黑色三連性沒什麼關係 然後鋼坦克 阿喜馬 狙擊型吉姆 莎莎比還有亂入的鐵血孤兒的獵魔 剛剛有位了 基本上這些機體 他們都是有點不同的 我有看他們首發的實況 就是他們在那邊有示範 基本上每一隻都有一點像是 各個職業的對應 像有一些 比如說狙擊型吉姆就一定是狙擊手 那鐵血孤兒的獵魔 那個就是拿錘子直接去敲衣 對一定就是近戰的 對一定就是近戰角色 對 那阿喜馬就是那種可能是比較 敏捷的 因為他可以變形嘛 他可以變MA飛來飛去這樣 出鋼就是比較基本的那種步槍兵 就是那種感覺 平均型 7-6 7-6 對就是7-6 對 剛剛坦克就是重型的 就是像壁壘那樣的東西 對對對 沒錯 對對對 那德姆阿什麼的 還有薩薩比那些 就是比較重裝一點的 然後可能有些人也會拿閃彈槍 就是類似那樣的角色 但是 他一出來的時候 很多日本的玩家就說 這根本就Overwatch 因為他連介面都有一點像 他連介面都很像 有人就把那個Overwatch的介面 跟他的介面直接疊在一起 然後那個透明度調一調 你有時候會分不出來哪邊是哪邊的 UI這樣子 就真的蠻接近 色調也蠻接近的 但是我覺得還好啦 反正就是 反正角色是鋼彈 角色是鋼彈 我覺得沒有關係 總之我自己是覺得還蠻期待的 好再來這個 這個就是我興奮的東西了 Ubisoft 湯姆克蘭西世界觀星座 湯姆克蘭西極二戰線 好餓 真的 湯姆克蘭西快從棺材彈出來的一個 真的 那他是這個 Ubisoft舊金山工作室開發 他是免費的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免費的 對對對 剛剛那個鋼彈我也覺得 應該可能是免費的 我不知道 怎麼這麼好 就是花錢可能在skin這樣子 是不是 或者是角色 對啊 現在蠻多遊戲都是要這樣子 那 湯姆克蘭西的主打就是 他可以使用各個 湯姆克蘭西世界觀中的陣營 湯姆克蘭西就是很厲害的軍事小說家 他旗下有很多作品 很多不同的世界觀 也很多都已經被 那個Ubisoft改變成遊戲了 所以他遊戲裡面都會有很多角色可以選擇 那你可以搭配能力啊 然後有陣營啊 然後主副武器啊 進行也是6v6 那玩家就是可以自訂角色武器外觀啊 遊戲也支援PS4 5 就是 PS跟Xbox的上世代跟這世代這樣子 對 然後呢 Ubisoft connect 就PC端也可以 而且都是跨平台遊玩 我的媽呀 這個就真的就是 這個就真的就是 簡單來講就是 湯姆克蘭西 FPS大亂鬥 對 湯姆克蘭西卡亂 對 我的天啊 這些都是不太一樣的 可是他只能第一人稱 不能調第三 嗯 應該是 這種應該都只能 比較公平這樣子 對啊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子 然後那個 可是 這個出來的評價就沒有很好 沒錯 因為他的 那個免洗感還是有一點點重 對我自己去看 第一時間都會覺得說 免洗感有一點點重 嗯 就感覺不是一個 很精心去把它做出來的遊戲 沒錯 風格上也跟湯姆克蘭西的東西 對 所以就有一點就是 想要迎合大眾的逢何怪的感覺 沒錯沒錯 對 所以大家目前那個 網路上面 網友的評價就 我猜大部分會 像我們一樣 可能持個保留態度 嗯 那有些人可能會 比較兇悍 然後就可能說 這是什麼鬼啊幹嘛 搞不清楚這樣子 沒錯 對啊 但是我覺得這些遊戲都是要等 實際出來之後 實際出來玩 搞不好 欸 好像頗放 對不對 對啊 而且衝著它是免費這一點 我覺得應該 還有點看頭啦 對啊 免費的話大家都還是會去試 還是會去摸一下 反正不用錢 你很喜歡又沒有跟你收錢 沒錯 現在這麼寫 真的 對啊 好再來 再來呢我們整理了一下 就是接下來大家比較期待的遊戲的發售表 好不好 第一個是寶可夢大集結 剛好就是今天 今天下午3點開始玩 對今天下午推出了 它是5v5的MOBA 玩家要操控 操控寶可夢 然後呢 來玩 它是比較 痾 我覺得它比較輕量一點 它也是 主要是 以那個得分為主 而且我覺得它相較於其他MOBA 比較好的地方是 它是現實 所以你 對於計算那個 一場的時間會 比較精準 掌握得比較精準 不會說 我再打一場就好 結果那場打了45分鐘 直接哭出來 對對對 但是他們這個是現實的 一場就是15分鐘 不會再多也不會再少 對 所以就是比較好拿捏時間 反正現在這個 我們第三part 我們會玩給大家看看 再來是這個 暗黑破壞神2 浴火重生 我自己非常喜歡 它在9月24號就要上了 這個老人湊一定要玩 其他部都說 那這個Elden Ring 是宮崎英高的擔任總監 FromSoftware開發 萬代發行 要 有個重點是 它這個劇情的製作人 是 冰與火之歌 George RR Martins 對對對 那 大家也是很期待啦 它是預計是1月21發售 其實也快了 也快了 再半年 大家再期待一下 然後呢 這個 洪彩電號撤離禁區 剛剛講的那個R6 它那個 延續了這個R6的人設 對 但是世界觀直接不知道幹嘛 有殭屍 然後 有外星病毒 有外星病毒 撤離禁區是 我記得是一個 之前的限時活動 對 然後評價超高 玩家評價超高 大家都在敲碗再出再出 直接給你出一個遊戲 直接薛尼波 對 所以是三個人組隊對抗外星寄生物種 它原本9月16日就要上了 但是為了品質延期到明年1月 好久喔 對有點久 有點可惜 再來是Ghostwire Tokyo 山上真思的Tango Gameworks製作的Bathista發行 PS5的獨佔作品 他們那個也一直都在首發裡面 沒錯 但是他一直延期不知道怎麼了 那原本是10月就要發行 目前延期到2022年初 而且他在那種E3 或者是一些電玩展上面的時候 都沒有新的畫面出來 對 而且消息很久了 對 所以大家就相對覺得滿 熱度就有點降 對 而且會選手愛很期待怎麼沒有消息 再來是Hogward Legacy 就是我們的霍格華茲 想要進去那個 可以跟那個 當這個哈利波特的學弟妹 那他是一樣啦 PS跟Xbox的 這世代跟次世代都有 然後PC也有 玩家可以選擇自己的學院 然後呢 可以學習魔法世界裡面的各種知識 然後也可以這個 對抗學院免於二勢力的入侵 他原本也是今年要發售的 但是今年年初就直接說 他們會延到2022 沒錯 對啊 這個我們之前的節目上面也看過好幾次 就滿期待的 我也很期待 還滿精緻 像比如說像捷運也有 試試看哈利波特 如果這個遊戲就真的是 可以讓你自己創一個學生 然後選自己想要的學校 選自己的學院 對啊 然後學想要的魔法 然後跟其他同學一起出去 跟其他同學一起 一起三對三鬥牛 這樣 完全變成2K 好歹也打虎一起啦 培養巫師 拿著一個球這樣子 培養這樣 還可以轉 還可以轉 然後旁邊人還在那邊 耶耶耶耶 帶髮師袍這樣子 拿毛髒 帶髮師袍 超奇怪的啦 我一定不會買啦 超街頭的 超街頭 超街頭 很屌很屌 好再來是 JOJO系列的第八部作品 JOJO LION要迎向完結了 哎呀 那由我們的不老傳說 吸血鬼本人 吸血鬼本人 荒木老師創作的JOJO系列 很多都很喜歡 尤其是他動畫畫之後 這個網路上面的 這些迷音啊 梗啊 更是大爆發這樣 然後他從2011年 就開始連載的第八部 JOJO LION呢 在本漫畫 將在Ultra Jump 的9月號呢 要連載最終回了 哇 其實這老師也是厲害耶 我覺得 他的作畫的風格 一直都很藝術 然後也一直很維持 而且我一直覺得 他一直提供很 穩定的 品質跟梗 我真的是說梗 因為有些東西 他是會隨著時間而 改變的 不管是老師的心境 或者是整個時事 這樣子 可是荒木老師的東西 就永遠都是荒木老師 沒錯 風格強烈 對風格強烈 然後就覺得很厲害 那他的這個 JOJO LION 主軸圍繞在2011的 鍍王頂中 那 廣賴康穗呢 偶爾 偶然發現了一個 擁有替身能力的 Soft & Wet 他可以釋放擁有 猩猩形狀的泡沫 然後讓他碰到 魔物或就爆裂的 奇妙男子定住 有沒有 我就說老師 喜歡的東西都差不多吧 又是 喜歡爆炸 喜歡碰到就爆炸 然後 什麼住 然後喜歡虐待動物 沒錯 然後又被這個 東方家收養之後 定住就踏上了 尋找 持續記憶的路 然後在旅程中 就發現更奇妙的事件 好 之前在節目上 有介紹另外一位 這個藤本樹老師創作的 練巨人 也要動畫化的消息 然後呢 這個老師的新短片 Look Back也要在9月3號發售單行本 而且售價484日元 這是正常的那個嗎 484 那這個Look Back呢 他的內容是敘述一個 擅長畫漫畫的 四年級小學生 藤也 他在校園新聞所連載的漫畫 頗受好評 但是某天發現 學校有一位 繪畫功力更強的同學 金木 那 藤也就 因為自己的至尊嘛 就想要更加努力的練習 但是 一直到六年級要畢業了 仍然沒有辦法 仍然沒有辦法超越 在他快要放棄的時候呢 老師請 藤也轉交畢業證書 給不出門的金本 這時候兩位終於化解誤會 然後成為彼此創作漫畫的支柱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 細膩的情感表達 還有這種 優秀的分鏡的這種劇情翻 然後也呈現出那種 藤也跟金本兩個學生啊 他們內心的故事啊 他們自己的意念啊 就是 我覺得 這種算是 真的是故事啊 他比較不是 比較不王道 沒錯 可是我覺得比較貼近 事實 尋找自我翻 但他們小六就已經在比這種 我小六的時候 還在去夾娃娃機夾 高版的 斯華洛斯奇的項鍊送喜歡的女生 那你也蠻早的啊 你搞不好會再發現 有一個不出門的同學 比你更會送東西給女生 唉唷 對 對 好 那再來這個 我們的 One Piece 最近那個何之國的劇情有點卡條 真的是有點 我已經 有點不想看 我其實 我其實 在何之國左右的劇情開始 已經是 這樣子在看 就是覺得就是 看這個已經變成了我的一個 每日任務要進來 就是 我必須說 雖然可能會引起很多這個 海賊迷的不爽 但我必須說 真的不好看 真的變不好看 到這個時候你變成 我覺得 我覺得東西開始有點太多了 沒有韋天老師以前的那種 比較俐落風格 純粹的感覺 那他這個 第100集單型本 也要於這個 9月3號發售了 官方也公佈說 有一連串的紀念活動 We are one 或者是JUXA 宇宙 航空開發計畫 合作計畫 還有這個 One Piece漫畫免費看 第三屆One Piece線上知識王 什麼 這我要參加 而且還有One Piece Cross 威力在哪裡的合作活動 唉唷 這個蠻可愛的 捷琳應該小時候也 有玩過威力 有玩過 還蠻喜歡的嗎 喜歡喜歡 你會覺得很氣 然後找不到哪裡 然後直接把死死掉 我會以最快速度把它掃描出來 我們今天現場就可以讓大家氣一下 唉唷 我們有得到這個 跟威力在哪裡合作的 這個One Piece 那那個 威力在野這個是Twitter的活動 他陸續可以找出指定的人物 那他跟那個 十幾之靈的作者 佐伯俊 也有合作一個特別的漫畫 十幾的香吉士 我會覺得蠻可愛的 嗯 然後有興趣的觀眾 就可以自行參加 那我們今天呢 你知道找誰了嗎 你已經開始圈了 還沒聽題目太作答 你這種學生 我找我順眼的不行嗎 呵呵 好那我們今天呢 也有印出來這個 航海王 跟威力在哪裡合作的這個圖 可愛 對很可愛 他很多 而且他剛好 我超喜歡 他的背景 就是設定在合之國 合之國 合之國前後的背景 以前都好期待 我現在看海賊王已經 有一點熱血降低了 我已經 我真的 我還是會看了啦 好 總之這個 我們先來找找看 啊我們要找出指定人物對不對 好 啊我們要找出誰 魯夫蛇姬馬可巴西吉貝爾 太簡單了 真假的 魯夫 這個要找一段時間耶 找到看起來好像威力的人 蛇姬 還有誰 欸那個 馬可是不是 那找 找 找真正的威力有需要嗎 我沒有看到威力了 馬可還有誰 巴奇跟吉貝爾 我什麼 看不到巴奇 馬可 好可愛喔這個圖 我好不想破壞他 你可以叫製作單位再印一張給你就好了 哇馬可在哪啊 我天啊 馬可應該 這個真的蠻難的耶 這個真的蠻難的耶 喔真的好可愛喔 我看到好多 好多認識的人好可愛 蛇姬在哪咧 噢 嗯 嗯 我也找不到蛇姬 好像 很好玩耶 這幾個特別小是不是 這個好可愛喔 我這個很適合當個桌布什麼的耶 超級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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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當初步又覺得好亂耶 有點亂 圖示直接不見 我跟你們講我只剩最後一個 什麼 我只剩那個臭魚人 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 我也找不到臭魚人 我只剩那個魚人叛徒 Where are you 臭魚人 好難得死 喔好多人喔 魚人不是應該在水魚嗎 超級可愛的 超級可愛的 噢 好 我找完了 你找完了 對嘛 五個嘛 六個嘛 一二三四五六 很強耶 不對啊 五個啊為什麼我圈了六個 喔沒有這不是我圈的 這是他本來就白色的 五個 一二三四 Azy Paisy 我找不到 雙北 海賊王 知識王 我只剩魚人 所以你哪有知識王 明明就是眼力大考驗 雙北海賊王眼力王 我覺得很 真的好可愛喔 我要看一下還要拿一點 你剩誰沒找到 我現在是找魯夫嗎 欸我覺得 找不到魯夫耶 喔魯夫 好詐喔 是嗎 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 雞貝爾 喔雞貝爾那麼好找 白癡酸民 連這個都找不到 喔等於等於 我真的找不到雞貝爾耶 你跟我講 蛤直接講 你在坐標的五十 五十 五十負二 我看一下 雞貝爾我會說他在 我會說他在 第五 第五是什麼啦 那你可以跟我說魯夫的旁邊 是什麼顏色的人嗎 魯夫好像什麼顏色的人喔 藍色的人 藍色的 魯夫在三角啦 怎麼沒有雞貝爾啊 你要找魯夫你就找一個 這個圖像上看起來像燒起來的狗大便 三檔三檔 那是三檔嗎 那個 四檔 我不知道這幾檔 他已經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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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找不到雞貝爾耶 好我跟妳提示 雞貝爾在 雞貝爾在 喔我找到了 有跟他講 雞貝爾在一堆耳男中間 我找到了 耶 我不知道馬可長什麼樣子 馬可不死鳥啊 馬可就我最喜歡的那個啊 喔喔喔喔 鳳梨頭啊 我怎麼知道你最喜歡的 說的也是 要等我找完嗎 喔沒有是不是 喔我壓力釋放 喔我笑一大便 可以啦可以要找完了 可以可以可以 要秀一下嗎 給大家看一下 還是看不到啊太亂了 太亂了 太密密麻麻了 太密密麻麻了看不到 對啊這個 欸魯夫上面那個 像不像燒起來狗大便自己看 你講那個的時候我就 欸 馬可在那邊 八旗 好好玩喔 好好玩喔 欸哥這紙真的好可愛喔 對啊 而且還有好多 還有功夫海牛欸 很多啊 這裡面這太多了 對啊 連功夫海牛都有欸 好的 好 再來這個 剛剛講完了這個 跟漫畫有關係的 再來呢這個配合啊 東奧然後殘奧會要舉行 TOKYO TOKYO FESTIVAL SPECIAL 13 人投氣球起飛 這個應該大家都有看到 好恐怖 The future is art 為宗旨的 TOKYO TOKYO FESTIVAL TFF 希望透過創新形式 表達人與人 藝術力量的這個奧運年特備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了 企劃是 開放全球投稿連孔 不論年齡 性別 國籍 只要入選就會被做成 超大氣球飄在空中 然後地點就在這個 戴戴木公園 然後官方還有開直播 讓大家看這樣子 那個氣球的狀況 超恐怖的 然後這個企劃一推出 就被大家說是這個 伊藤諾爾老師的人頭氣球 超像的 對啊 住在附近不知道的 真的會嚇死 而且晚上還會發亮 對啊 要死了 OK 好 那再來呢 這個 要來推坑那個 動漫作品了 沒錯 這個第一個是這個DX日輪刀 這個是我們的大哥 姓壽郎 姓壽郎 鬼滅之爭的無限列車片呢 他有上架各大影音網站 官方也即將在電影版中 大顯身手的大哥 他的日輪刀 就是要賣了對不對 他全長呢58公分 等一下是著火形態的 太危險了吧 沒有吧 他那個著火是因為 他有聲光效果吧 對對對 不能拆下來啊 他全長呢58公分 其實是蠻小隻的啦 58公分 對 那個放入電池呢 他會有這個聲光的效果 然後語音部分呢 除了 言之呼吸六四的音效以外 他還收入了這個 上弦之三騎窩座對決時的台詞 那在火車上呢 這個貪智狼啊 善意 音之助 大喊大哥等等 三十六種音效 這也太悲情了吧 滿多的耶 這是這個 最悲情的是什麼 最悲情的是 那個他們一開始遇到的那個鬼 他是上弦還下弦的 那個睡覺的那個 完全沒有出現在這個 這把刀的雲裡面 這電影版不是就是說 沒有人在乎他是上弦下弦的 沒人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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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呃 反正他一共有三十六種音效 那目前他已經在日本的PB商店預購了 就是Premium Bandai 那售價呢 5995日元 好嗎 這個 大家如果對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算是這個音效播放器 算啦 你感覺像小朋友在玩的那種刀子 會來會去 可是他應該 算滿貴的 所以這個 一千多塊台幣會貴嗎 小朋友的玩具現在比較 小朋友玩具不是一塊99而已嗎 對啊 一兩千塊 一千多塊兩千了耶 很貴吧 玩具反正我成都不是這種刀啊 會有燈光效果 都是一千多嗎 真的假的啦 對啊 我不知道 我還沒有小台幣 我已經被石原店荼毒了 這個東西淘寶上面50塊就有了吧 超級過分 對啊 不行以後的小孩不能玩那麼貴的玩具 我要買個iPad給他 會 會 讓他希望從事一些有生產力的工作 沒錯沒錯 好下一個是頭文字D快閃店 快閃主題店 不賣豆腐改賣豆花 那這個是FanFans粉粉跨界與經典賽車作品 頭文字D聯名 將在三創一樓舉辦主題快閃店 店內除了豆花系列的輕食以外 也能購買眾多頭文字D經典logo為主的老帽 槽T 馬克杯 毛巾 警診等等 那他店面活動是7月16到8月31 為什麼我賣豆腐啊 我也不知道 賣豆腐 感覺比較可愛 對啊 可是豆腐你不會特別去三創逛街 當然他們這個設計的原因是讓你可以在那邊吃 你可以 他現在只能提供給你外帶 還是可以賣豆腐跟豆花 我那天才去三創啊 然後有看到那個地方 這個店 但是比較可惜是 他們好像原本會放一台真的86在那邊 現在也因為疫情進不來嗎 對對對 應該也不是進來 反正就是因為可能 我不知道可能人潮關係還是幹嘛 我覺得這場地太小了 反正他就是 我也不知道他會不會進來 但是應該原本應該是要有的 對啊 就比較可惜 現在他那邊就是剩一些背板可以拍照 有很大的那個 紙板86 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還有一些周邊 就剛剛大家看到那些 沒錯 好嗎 而且都不貴 對不貴不貴 OK 好吧那今天就是很快速的就 就講一下 那東西就大概到這邊 好不好 那我們第一part就到這邊 那一樣沒part結束 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可以動動你們的手指 幫我們訂閱一下 我們宅之道的YouTube 沒錯 好不好 然後呢如果有余裕的話 可以加入我們的深度會員 我們都會有一些深度的影片 可以讓你們看啦 好我們第一part 深夜還是深度 深度 深夜跟深度都有 唉唷好想加入喔 有一些又深夜又深度 好 那我們這一part就到這邊 我們休息五分鐘 等一下回來要做一些 小小的手工藝 沒錯 好不好先進廣告 我們也沒有拍照 有一張小貓 voyielen 吃吧 因為這些最早然後 都 Asparagus 有幕懷疑 不是說 你票